但在上海这几天 老实说我们每天都玩得不安乐 因为有不少上海朋友都跟我们说 自从封城之后 很多地方都会突然之间被封 而且一封就会封两至三天 我们更加担心的是 会不会突然之间变红马 因为上海健康马真的很容易就会变红 奔落楼 来到高铁站 我这次下一站的目的地 是我去年都有去过的上海 虽然我这次住的酒店 是位于杭州火车站旁边 但我这次乘高铁去上海 都是选择来我上次也有来过两次的杭州东站 太阴杭火车站那边去上海的班车是比较少的 每天好像只有四班 而那些时间也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就宁愿坐远一点 不过其实也不是坐很久 坐地铁过来 都只需要四个字左右就可以来到 那为何选择上海作为我下一个目的地呢 加一杭杭州距离上海 其实是非常之近的 坐高铁过去最快就只需要九个字 而我亦都发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杭州准备搞夏运会的关系 这边的高铁站真是零射比人的 除了我上次也提及过 这个杭州东站真的好像整个机场一样 我在前天搭到他的杭州南站 也是非常之新穎的 这些灯光也是非常之光明 那我们上海再见 刚刚也有说到 我其实在去年年底都有去过上海 那时就觉得上海虽然是一线城市 人口流动很大 但是防疫措施明显是没有其他一线城市 譬如北京、深圳这么险 出入很多公众地方 譬如商场、餐厅 又或者搭地铁、巴士 都是完全不用scan QR Code来打卡 亦都不用出示任何核酸检测性证明 不过众所周知 上海在今年3月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封城 我一个上海朋友就说 正所谓见过鬼怕黑 今时今日的上海已经成为了惊弓资料 防疫措施变严了很多 有些地方更加做到草木皆兵 有杀错没有放过 绝对不允许任何疫情再爆发 而我一直以为深圳的防疫 可能是除北京以外最严的地方 谁知今次来过上海之后 才发现深圳的防疫 其实都只是湿湿碎 提提大家 防疫措施周不时都会变 跟着我所说的主要都是我 10月底那一阵在上海所见到 当然一些我明知已经改了 亦都会补充 那一阵外出入一些公众地方 不单是全部都是要scan QR Code 来打卡 还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好在上海的检测点不单是够多 多到我都未见过要排队的点 我甚至见过和这一条街不够200米 就有一个 负责做检测的人 还要好像拉生意 叫人来做 而且在上海做检测 亦都只是直接scan 健康码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这些拿着回乡症的香港人 正常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这一点的确比深圳更简单 但在上海这几天 老实说我们天天都玩得不安乐 因为有不少上海朋友都跟我们说 自从封城之后 很多地方都会突然之间被围封 而且一封就会封两至三天 例如我有个朋友 已经试过好几次放工回到家 才发现家栋楼被围封两天 为了第二天可以上班 唯有去住两晚公司附近的酒店 当然这种围封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 除了浪费了两天时间留在酒店之外 影响其实就不会很大 我们更加担心的是 会不会突然之间变红马 因为上海健康码真的很容易变红 红马的原因有很多 最想见的都是因为和养性个案 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交叉 例如我有个朋友 10月初那时曾经去过一个商场吃饭 交了4天后就突然收到电话 说因为他去的餐厅有密接去过 他就成为了密接的密接 即是纤密接 所以就要给个红马给他 还有要7加3隔离 而且最搞笑的地方就是 7加3天就并不是由他去餐厅 有机会接触到病毒那一天计起 而是由通知那一天计起 整件事是很不科学的 还有如果他迟一个月才遇上这一件事 他就不用隔离了 因为大陆在11月11日就宣布了 不再判定纸密接 就算真的要隔离 都是可以少两天 变成5加3 好在他所住的小区 是可以给他居家隔离 才没那么伤 但好像我们这些游客就无计 一定要拉去集中隔离 而由于上海几乎日日都有本土个案 有很大量和这些个案 有不同程度交集的人要去隔离 而且很多都是在上海没有居所 又或者住那一地方不给他们居家隔离的人 就导致隔离地方严重供不应求 网上见过有些人要住 环境非常之恶劣的房仓 所以我们那时最害怕的就是 健康马突然之间变空 还要去这些地方住10天 每一次打卡都会心想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令到我们要去隔离 最后我们亦都因为这个 这么提心吊胆的原因 被逼要提早结束 今次的上海之旅去下一个城市 而且差点因为我们之前福州的行程 而要在那一个城市到隔离 好在最后都是可以服通化吉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下一集就想跟大家说一些开心东西 带大家去便宜吃蟹粉小笼包 而如果想看上一集在杭州 吃爆脆迷你生煎包的影片的话 Youtube的朋友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Z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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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